这里 OK 法拉利他转了我 然后他自己这里转了 我好像 我的车好像没有哪里创造 好像有一点点 Hello 我是亚历 我想跟你们讲我的车被转了 今天我的车被转的体无往复非常严重 而且不是一个人转的 是三个人转的 还好我的车上保险了 就是免费拖车 不然的话我估计我要花个两三百欧 去把我的车拖到一个修车厂那里 我先 就是事发的时候 我打电话给林先生 我说哎呀怎么办 找人拖车了 车开不了了 门直接被撞下来了 关不紧了 然后他告诉我 我们保险里面有这一项服务的 他说可以过来 免费给我们拖车 我说太好了 还好我们保上这一块了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就麻烦了 所以 还有我的反光镜也一样 我们也保险 保险的时候也加了这一块 就是车子的反光镜也好 玻璃也好 如果一旦损坏了 裂了 也是免费修的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 等保险 估一下 今天这个事故 到底是我的失误 还是对方的一个失误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 怎么讲了 谁失误 谁看责任 如果是我责任的话 我觉得他那辆车 也撞得比较损 就比较严重 等我门开出去 那一刹那 然后他撞上来 真的是有吓到我了 我也瞄了眼他的车 他的车损坏的 也是非常严重 当我跟我朋友讲起 今天这些情况的时候 我朋友说 大概是因为我本利年 禁了 因为明年是兔年嘛 我是兔年生的嘛 他说禁本利年了 让我悠着点 他一讲 我就顿时 顿时就觉得 哦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缩呀 跟大家讲一讲 整个事发经过 现在想还是挺后怕的 因为我门开出去 当下 我脚轿跟出去了 还好他撞上来了 上一秒 如果在此刻一秒钟撞的话 我的脚已经在外面了 给你们看一下 我车是怎么被撞的 我车停在这里 然后门开出来 还好没全开出来 开出一点点 然后就有辆车 奥迪 那辆不是开在中间 他就开在这里 非常近非常近 然后就整个冲上来 然后他的车 车头 右车头 也撞得非常严重 然后我这个门就直接就 掉下来 关不上了 现在等拖车 就下 当下是吓得我一大 吓得我大跳 我一开一口就一辆 他速度好像有点快 就直接 就撞上去了 还好我脚子伸出了一半 哎 下班是 你看我现在停在这里 然后刚才有辆 法拉利是停在我后面的 好好的就把我的车给撞了 我看没大案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放他走了 不然的话 我应该让他下来陪我念狂 现在我后面停的是这辆车 我想待会他是不是 也 也转了我 那我就 就车就停在这里好了 碰瓷 看我 OK 法拉利他转了我 然后他自己这里转了 我好像 我的车好像没有哪里转到 好像有一点点 哎呀 今天不知道啥日子 我都忘了讲了 再早一点点的时候 我开着开着的时候 这个 就是一辆车停在那里 就把我这个玻璃给撞了 就这个裂了 当菲拉利撞我的时候 是真的很响 蹦的一声 我坐在车里 然后听到这么声响 我就下车了 看到他 他也下车了 然后看了一下他自己的车 他自己车是刮滑掉了 然后我又看了一下 我自己的车 看也有滑 但是不是很明显 当下我没有追责 是因为我觉得 前面 我只顾前面了 因为前面那个门关不上 然后再打电话 招拖车 然后叽叽巴巴之类的 就没暇顾及 这一块 后来 马克思就临行着 他说 你为什么 不让他下来 写个那个 写个单子呀 这样子的话 你那条裂行 也可以要求赔偿的呀 哎呀 我说我当下还真没顾得上这个 我想想不严重就算了 我就放他走了 我觉得他也比较幸运 刚好卡在这个点上 撞了我 不然的话 我要求他赔款 写单子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他也必须得写的 虽然是一点点 那个裂痕 那个痕迹吧 那个痕迹 我要求他赔个两三百块钱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当下或许真的 还在那个被撞的那个状态里 还在后怕当中 所以没瞎顾解 因为当下我还想着说 这个门开出去 到底是对方的责任 还是我的责任 如果是我的责任的话 哎呀 我自己这辆车的话 得要自己付钱修了呀 因为这个门非常的严重 根本就是 不要说关不起来 它里面那个遥控系统啊 开窗户啊 都坏了 就整个车的私灵的状态 所以我就想着说 哎呀 我如果陪 我如果去修这个门的话 估计要 每个两三千欧下不来 他这个人说 要现场给我修 掰回去 他说就算给我拖车的话 哎呀 这个前面停不住 拖不起来 OK 他现在尝试给我修门 OK 他尝试现场 如果可以把我门修好的话 他就可以不用拖了 直接我就开到车房去 但是修了一会儿不行 可见这个门真的是损坏的 非常严重了 大家是不是觉得奇怪 为什么对方的司机 没有在现场没看着 是因为对方他刚好也是有事情 他就把他的驾照 还有车牌留下了 人先走了 我也允许了 因为林先生打完电话 也问了我们这边的保险公司 他说本人也不需要载 只要对方的身份 还有车牌就可以了 他们是可以找得到这个人的 不需要现场写那个单子 因为我们这边车撞网 他是可以两个人私下写个单子 述说一下事发经过 然后谁的责任 他那个人有写了一下一个单子 但是他上面写的说责任在我 说我车牌挺好 所以我没有签 然后他又急事 然后他就先走了 由于我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在这方面没有经验 后来林先生也咨询了保险公司 他说其实现场根本不需要 增个随对随错 用事实讲话 他说 因为他们会现场给你估事故 责任在于谁 就看对方的车损坏的地方在哪里 后来我终于明白 今天这个责任不在我 在对方 按理说如果他开着开着 我突然间门开出去 这个责任在我 但是突然间开出去的话 对方的车应该是中间那一段 被我给撞了 而不是头部 他损坏的是头部 就代表我门已经开在了外面 他撞上来的 所以这样子是责任在他 如果我把他损坏在他的车的中部 那那个责任在我 当林先生跟我讲完 保险公司这么说之后 哎呀我突然间就 也不能说乐了 突然间就稍微 没那么紧张了一点 为啥 因为这个车不用我修了 对方给我修 对方走的时候 还说迟一点给我打电话 后来我也没打 因为也不需要打 也不用说啥 直接回家保险公司自己跟进就好了 当天晚上他又打了第二个电话 我估计他是知道了 责任在他 当我跟他讲 我说做保险 保险会自动联系你的 他还说了一句 哎 我还想着说要不要失礼下 我们讲一讲这样子 这个意思就代表他 应该发现责任在他了 他想要失了 但是我没有答应 我说就等保险了 我说 我在想啊 国内发生事故的话 是不是处理方式 也跟我们这边一样 我们这边发生事故 除非有受伤人员啊 一般的情况下 其实都是私下 我们两个 就私下车主讲好 直接写好当时责任在谁 如果责任定不下来在谁的话 就直接保险公司搞定 不需要当事人在现场 整个泥死我活 谁对谁错 这样子 如果有受伤人员出现的话 那就是得要打电话 找警察过来 然后由警察来评估 到底责任在谁 前面这个人 帮我修 我们修了 半天都没修好 我说可以了 不用修了 你就直接把我拖走吧 我说 因为冬天的冷好吧 在这里等老半天 我说你直接把我拖走吧 拖的时候 后来他告诉我 他说我保险里面 没有包括公里数 我说哇 啥 公里数是啥 他说拖车是免费的 但是你们在选择 保险的时候 没有选择公里数 他说有选择20公里 50公里 或者100公里 就说你 事发地 拖车拖到哪里 多少公里 这样子 我说啊 原来是这样子 还有他说 每个公里是2欧元 今天晚上 他这个地方 拖到我的那个 修车房里 总共是来回 10公里 不是 来回20公里 收了我40块钱 好了 我现在坐着 他的车回家 因为我觉得 这个点打低的话 不划算 而且离我家比较远 所以我就想说 就坐他的车 哎呀 没办法 坐他的车 我得要带上 今天买的东西 知道吧 然后估计这个人 是看到我 提着大包小包了 然后 然后他 他向我要小费 他说 他说他可以帮我送到家 但打低的钱的话 就 替我省了打低的钱 让我给他点小费 我在琢磨着 我待会要给他几块钱 最后我给了他50欧元 我心想着 这个时间段是高峰期 就算打低的话 也要这个钱 就算了 就直接给他吧 啊 感谢观看